很多人事常講,平常心事道。 這句話出自何經何典呢? 這個禪門公案,是出自景德傳登陸第十卷的。 在唐朝時代,有一日趙州禪師問南傳禪師,如何是道? 南傳說,平常心事道。 趙州問,有何方法可以正悟平常心事道呢? 南傳回答,當你想正悟有這個念頭的時候,就來到越遠了。 趙州問,如果不正悟,如何能知道是道呢? 南傳就說,道不屬於知或不知。 知是妄心,不知是無忌。 真是能正悟道的時候,就如天空一樣廣大澄清,不會被是非對錯的概念污染。 趙州禪師言下大悟。 自此之後,平常心事道,就成為趙州禪風的精髓了。 各位,平常心事道,是正悟者所說的話,他是正悟到妄念不生的時候的境界,在無生法忍之中的禪者,是沒有了分別心,只有一塵不染的平常心。 這個平常心,不屬於凡夫的妄想分別心。 是吾立之見的,但亦不離之見。 所謂心行寸滅,言語道斷的境界。 平常心事道,並不是普通人所說,以平靜心去處理萬物,或是順其自然的意思。 千萬不要將平常心事道這種高深的境界,通俗化和淺易化。 其實,他是內含不可思議諸法實相的道理。 這個平常心,不可以用知覺道達,因為知覺是妄想分別心。 也不可以不用知覺去道達,因為不用知覺是一片空白的無忌心。 後來宋朝,無門慰開禪師,在他的禪中注述,無門關裏面,以一首七言詩歌頌趙周禪的平常心。 他說:「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涼風冬有雪,若無閒事掛心頭,便是人間好時節。 體會平常心事道的人,才能體會宇宙人生的諸法實相。」 我 있지樣的文章。 我竟然想你玉神一路歐陽是一個池子。 從《玉神》、無門關節節,無門關節節,無門關節節,無門關節節節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